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早前有外媒報導 說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在動員心血管手術以後 情況危重 甚至有機會變成植物人 這個消息並非空月來風 一位服務了金家十幾年的御廚 早前爆料 將金正恩的餐單公開 揭發他在四年之內 報肥50公斤的秘密 這位御廚是日籍的廚師藤本建議 根據他所說 金正恩偏好一些名貴食材 包括神戶牛柳 吞拿魚腩 瑞士芝士 水晶香檳 法國波爾多紅酒 而他特別喜歡俄國菜式 魚子醬 鵝肝醬 和大龍蝦 是餐單必備的菜式 而在金正恩訪問俄國的時候 也會特別吩咐下屬 將最頂級的魚子醬 納入菜式當中 而在金正日種在山的時候 這位御廚每個星期都會製作一次壽司 一個星期就做三日魚刺湯 金正恩也是非常捧場 而金正恩曾經在一次宴會上連續喝十支紅酒 這樣吃法 想不肥五十公斤也難 算少了 根據一些熟悉朝鮮人士說 原來肥胖是權力的象徵 因為整個朝鮮的人都不夠吃 只有金正恩一個就是毒肥 他在毒肥的情況下就會受到人民的景仰 到底為何朝鮮人會有這種情緒呢? 我生活在自由世界 當然是難以理解 他吃東西吃得那麼厲害 到底現在他的行蹤又是怎樣呢? 根據朝鮮的官方媒體勞動新聞報道 就說金正恩大力支持朝鮮江原道 沿山旅遊區的建設 並且向建築工人致謝 不過報道沒有說明 究竟金正恩有沒有到場視察呢? 也沒有刊登任何相片 換言之 金正恩已經潛水了整個星期有多 一直指紋樓梯響 又說他拍電報給敘利亞總統 一時又說他下酒去多謝那些工人 到底他何時才肯現身蒲頭闢謠 拍照出來是他站在那裡的 已經是搞定了 外奸的傳聞一掃而空 至今仍然不肯做 一直只肯以文字來報道金正恩行蹤 包括在星期日的時候 其實勞動新聞也有報道過 說金正恩向那些支援三次院士建設的工作人員致謝 不過 到底金正恩目前身處何方呢? 到底金正恩目前是否尚是安好呢? 沒有報道過 也沒有附帶任何照片 而根據一些衛星照片顯示 原來金正恩那輛火車專列 從上星期二開始 已經停泊在原山市的領導火車站 到底金正恩最後行蹤是否在原山市呢? 對上一次朝鮮的官方媒體 報導金正恩的消息 附帶有照片 已經在4月11日的時候 說他出席朝鮮勞動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一直以來 到今天已經沒有任何照片發佈 是生是肆 還是未知之數 另外 根據多間媒體報導 原來朝鮮成立了一間機構 叫做萬壽無疆研究所 專門為朝鮮的最高領導人 尋找長生不老的秘笈 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 當時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 成立了一間基礎科學院 專門要管理他自己的日常飲食 到了金正恩慢慢開始接班掌權的時候 他為了討好他父親金日成 就把這個科學院改名叫做萬壽無疆研究所 一直運營到今天 在這個研究所裡 做了各種各樣的食物和藥品測試 這個研究所至今仍然照顧金正恩的飲食健康 這間萬壽無疆研究所 原來是相當高規格 直屬於護衛司令部 金正日還曾經在美國和德國 扣入了總值300萬美元的研究器材 這批器材主要用於研究飲食健康 和尋找長生不老的秘訣 在飲食健康方面 除了要確保朝鮮最高領導人的口味得到滿足之餘 還要兼顧飲食安全和營養的需求 在長生不老方面又怎樣 根據已經脫北的私人醫生金素賢所透露 就說金日成一直都很渴望活到100歲 當然他去到82歲就已經死了 其實 接著就傳給金正日 好了 他到底用了什麼方法去找長生不老的秘訣 最瘋狂的一招是怎樣 就是找來了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幫忙換血 只不過當時的專家就跟他說 你這樣做的時候 有機會是引發到敗血症的風險 搞到那些專家最終都是不肯幫他試 因為一旦試完之後 金日成因為這樣而瓜柴 豈不是冒著殺頭的風險 另外有些專家又向金日成建議 你要多笑一點 開了一條笑方給他 讓金日成透過大笑來保持身體健康 安排小蚊子做些有趣的事 哄金日成開心 其實這條笑方為在外國的科學研究當中 也證實了有效 因為一個人經常大笑 不單止可以消除壓力 保持精神健康 而且還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可能就是金正恩笑得太少 他整天苦瓜乾的口臉 所以搞到有問題 但是這些研究在外國比比皆是 要不需要專程去買300萬美金的器材去研究呢 當時這個金正日是否被人找了老襯呢 我又很懷疑 而且這件事也是從側面反映得到 這個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 你真是一個封建王朝 去到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 還哪有人會追尋長生不老呢 這些通常就是以前的封建王朝 那些皇帝才會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念頭 就算被你研發到長生不老藥 又如何呢 可以比美彭祖 其實在人世間 過分長壽也算是一種折磨 因為你只會看著自己的老婆子女 的孫子甚至乎的孫子 逐個來你而去 那你又如何呢 變成像在人世間獻世一樣 有八百歲的命都沒有用 因為只有你有而已 你又不會捨得把長生不老藥的秘方到處派 因為你又要牢牢地操縱著這個權力 作為一個皇帝 土皇帝 這個叫做朝鮮最高領導人 所以這些人完全是想不開的 追求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寫本續末 這個明朝的光宗皇帝朱常樂 一登記無奈 就說有病了 然後這個紅奴子就弄了什麼紅丸給他吃 一吃就一命烏膚 所以追求這些東西實在太愚蠢了 說回金正恩 到底他的下落是怎樣呢 是生意或是市 根據韓國東亞日報的報道 有一位脫北的朝鮮勞動黨的前高官李政浩就說 金正恩接受手術之後 即是變成植物人的說法 準確度和可信度都相當低 他就估計一樣是什麼 這個又新的說法 就說金正恩可能是在4月14日的時候 當他視察這個巡航導彈發射的時候 就出現了意外 可能是有些火焰或者碎片 引發了意想不到的突發事故 就令到金正恩受傷 因此朝鮮的官方媒體 就沒有公開過視察的現場畫面 這個就是一個說法 另外根據韓國總統文在寅的 國家安全特別顧問文正恩所說 就說金正恩自從4月13日開始 一直在東部的海岸度假城鎮 玄山那裡 暫時都沒有發現到 朝鮮有任何的移動 其實就是根據衛星照片的說法 都是一樣 因為他的專列拍了在玄山 根據文正恩所說 就說金正恩不僅活著 而且狀況還非常良好 現在各方的消息就好像在買大小 有些就說他還在生 有些就說他已經死了 其實都是源於這個國家的過度封閉所致 到底他何時才能寫鋪頭呢? 但他一天不鋪頭的話 大家就只會繼續傳他 是不是出了什麼大的狀況 因為4月12日到現在 他都沒有出現過 一張照片都沒有 到底是不是已經躺在床上 不能動 還是已經死了 還是怎樣 沒有理由忍生這麼久 另外有些陰謀論 他到底是不是要清宿國內的反對勢力 假裝躲起來 然後方便引蛇出黨 到底哪個說法是真的 相信很快都會揭曉 我就認為金正恩肯定是出了一個健康狀況 才會不鋪頭 至於他是生還是屎呢? 若然他長期都不公佈 他是死了 可能他在醫學上 仍然是在生都未定 只不過可能已經喪失了知覺 所以沒有公佈死訊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